另外今年8月受到台美台风影响 菲律宾黎岔省的圣马雕阵淹大水了 而从灾后到现在 慈离之公是持续进行关怀 而这份爱的付出感动了很多灾民 也让他们露出了笑容 河边的房子因为水灾毁损 8月台美台风过后 灾民已正捧一家 台风早已远离 但志工的关怀没有停止 几个月来 志工陆续的家访 关心灾民的生活 发放大名券 沙马雕阵 居民原本就生活贫困 住的房子不牢固 每年雨季都遭殃 发放这天 每一户都能得到 20公斤的大米跟毛毯 尽管回家的道路泥泥 甚至得坐在轮胎上渡河 再免加快速度 想把这份喜悦赶紧带回去 冒着雨 躺回家 心里却有无限满意 发放活动不分昼夜 天色暗了 志工继续发放 每一份物资 志工都用双手 公公敬敬地上 一份物资是一份关怀 灾民破挺微笑 戴新闻 菲律宾报导